现在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 怎么来的 杀业太重 不但这些众生吃肉 还要吃活的 你说怎么得了 现在是天天过年 天天吃肉 天天杀生 那个灾难国报立刻就现象了 出目惊心 这个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吃众生肉杀害众生得什么样的国报 作与烫火斩卓上身争 说轮回地产报 烫火是什么 那众生肉在煮 切肉的时候一刀一刀的砍 斩卓 我们今天杀害众生 吃众生肉 佛在金山下 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 将来我们死了多出生到 他多人 也把我们一块一块粘着吃 灵回地产报 我们今天吃他的肉 将来他吃我们的肉 我们愿不愿意把肉供接别人吃 一样的道理 我们不想人家来吃我 他怎么会愿意人去吃他 人通此心 心通此理 这一切众生的怨恨 永远不会消失 遇到机会 他就要报复 据佛法说 吃他半斤 还他八两 生生世世 互相吞蛋 为什么必须使用 这么残忍的方式 去屠杀这些荆棘动物呢 最常获得的答案总是 消费者喜欢吃温体肉 这些动物也是活生生的生命 它们会呼吸 会感觉痛苦 面对死亡的时候 一样会感到恐惧 但是却仍然有许许多多的 消费者坚持他们喜欢吃温体肉 口腹之欲 再加上尝鲜寻奇的心态 大部分的人只会问 这盘肉好不好吃 新不新鲜 却从来没有想到过 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 这些经济动物 从出生到成长 甚至于死亡 必须承受多少不人道的痛苦 与对待 即使历经种种不人道的饲养过程 仍然能够支撑下来的经济动物 在经济效益的考量之下 都活得很短暂 像肉猪只能够活六个月 而肉鸡只能活六周 都不及原有寿命的三十分之一 一生下来 就是养在笼子里头 等于说坐建老人 终身建月 到最后的时候被杀了 你说他是什么心情 他那个肉里头充满了毒素 人吃了怎么会不生病 生奇奇怪怪的 天天杀生 特别是杀害的小动物 小动物是过去造的业 罪业太重了 在畜生到变成这些弱小的动物 这个都是惆怅业报 他也是一条命 你杀了这么多众生 将来生生世世去尝命 你要尝多少次 你才能尝得完 这个是世间人不能理解 我们讲他也不肯相信 为什么 他不敢相信 他死不承认 这叫自欺欺人 而佛菩萨给我们讲的话 句句真实 人日生在世界 真正聪明 不给一些动物结缘者 动物们杀生吃肉 是因为饥饿 因为生存迫不得已 人类杀害动物 是因为享受娱乐 或者赚钱发财 一条条的生命 就这样被讲究文明的人类毁灭掉了 你知道象牙座的筷子和麻将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滋补品海狗油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衣柜里的毛皮大衣或者椅子上那块坐垫是怎样来的吗 你知道诱人的鱼翅是怎样来的吗 你知道一些牛肉是怎样来的吗 你知道一些牛皮是怎样来的吗 为了多出产品感效率 这些牛还活着 我们过去是生中 生生世世 欠多少众生的命战 这种渊渊相报 永远没了 非常惨恨 佛教给我们 华路惨恨恨 希望把这些面接 通通话每一天念诵供养修学一切功德 回向这些冤情战主 再不伤害动物 不伤害动物 知道就是不伤害自己 爱护小动物 真正爱护自己 志诚心就在为 才消业障 否则的话 常常说到的业障 陷阱 这业障 怎么会不陷阱 这些被你伤害的众生 如何能够轻易的饶过你 不可能 把你修持的功德 回向给这些众生 回向加持它 希望他们早生善到 在佛法中还有一个原则 就是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为了保护和长养大众的慈悲心 有一种肉是可以吃的 佛许可吃三斤肉 没有看到啥 没有听到啥 不为我啥 这个肉许可吃 像超市里的这些处理好的肉 就是属于这种 三斤肉 是佛家的良苦用心 是极力避免大众杀生造罪的 不得已的方便之法 就是人可以和一切和谐相处 可以可以 植物都是一样 因为我们在澳洲 我有一个很大的菜园 种植东西很多 那些小鸟吃东西 我们单独来喂它 水果树的时候指定一口 两口 你吃你就在这吃 其他的不要都不 听话了 他们就去吃那个 对 别的没事 别的都没事 真听话 你能跟他合作 那我们的这个菜园里面 我们放佛号 放佛经 所以这个菜都是听金 都是听佛号 那个长得特别好 味道也特别美 不用花肥 绝对没有能药 没有花肥 而我们这个分量的时候 可以供养三斤 这么大的菜园 这是真正的和谐相处 真正和谐相处 有蚂蚁 我们后面先盖一栋房子 我搬进去住 有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 那个吸收间的时候 很多蚂蚁脚都下不去 这个麻烦大了 新房子从哪里来的 所以我一没办法 我就获得蚂蚁菩萨 你们从哪里来啊 还从哪里出去 我说这个地方 我需要需要用 我出去转了一下 半个小时回来 一个都没有了 一个都找不到了 也不想他们从哪里去 那您这样商量的 管用别人也管用 管用 管用 我教的人很多 都管用 家里的什么老鼠啊 蟑螂啊 统统管用 就是不能杀他们 不可以 决定不能杀他们 那就破坏和谐 一定要尊重他 我们对他都是非常恭敬 都是霍掌 称他菩萨 这是佛教徒真正的日常生活 我也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是这样做法的 你先为真诚 然后你的心就真了 这个真心呢 就是佛家讲的菩提心 就是大慈大悲 对自己要亲近 对别人要慈悲 这个就是真正 然后你的身 身 修身 那就是戒律 从哪里起呢 从弟子归起 所以用这才到弟子归 前面有这么多 前面有这么多 所以我们做个小朋友教 我们自己全部做出来 前面虽然四项上面有精神 意念精神 小孩能感受到 你那种真诚 那种爱心 那种离开物欲 学问道德 他能感受到 不但小孩能感受到 就是一些动植物都能感受到 用个仁慈的人 你像小鸟兽的时候 他不怕你 为什么他知道你不会害他 所以人家 我们常讲 害人的人有杀气 那个鸟兽看到 这个杀气就跑掉了 外国人讲磁场 你的磁场是柔和 是非常温柔的 那你这个磁场很凶暴 很凶弱 他一接触 他就跑掉了 有感应 不是没有感应 从小地方看 所以神一定要遵照 古圣仙仙的教会 古圣仙仙教会 决定不是他自己创造 不是他自己制定 他是完全 由大自然的运作里面 记录下来的 所以这个是道德了 我们能够奉行 就是德了 就是德行 身修 你的家 怎么会不珍惜 你会带动你一家 影响你一家 你家上上下下 都向你学校法 你就是用神教 意念身心都在你教化大众 一家好了 你的这个灵敌相当 都向你学习 这个就是 其 家其而后过之 过之而后天下贫 贫是公平 天下人都得到公平 贫是公平 贫是公平 就是说 公平是 你影响到其他的国家了 决定产生影响 贫是公平 不是征服天下 贫是影响天下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 大乘佛法和孔孟之道 在做起来的话 是一样 是一样 对 而且这里边 没什么神秘的 完全没有 那有人向您提问题 说我们在电视上 看到 净控老法师 也在磕头 也在烧香 也有这些仪轨 我们就是看不懂的 为什么要对着佛像磕头呢 很神秘 不 没有神秘 这是尊私中道 我们春秋祭祀 对祖宗礼拜磕头 念念不忘记祖先 我们对祖先都磕头了 对父母不磕头 哪有这个道理呢 父母是最近的 我们对佛菩萨磕头 对我们眼前的老师 会不跟进的 这是尊私中道 这是纪念父母 那么您的意思就是说 对着释迦牟尼佛 佛像顶礼礼拜 是在礼拜老师 对 释迦老师 他老师对我的恩惠 我接受这个教育 能够让我过得这么幸福 过得这么围满 是他教的 如果我是没有接触到的时候 我现在也是 大概也是什么坏事 干净了 这非常可能的嘛 感恩 世间哪有不同流和无的道理 所以能够走向这条路 是对老师感恩的 对佛祖感恩 对我的 我这个直接教导 我的三个老师 我也不感恩的 那么每天来行礼 就是每天提醒自己 对 天天 这个制成功劲 不能够一时一刻断掉 这个叫德 怎么可以断掉你 每课一次投 就是对自己的一次教育 对 是 一面是教育自己 一面是教化别人 你看我对老师 你看我对父母 我对祖先 这是神教 从前帝王带着我 帝王为什么摆老师 为什么摆父母 为什么进祖先 为什么进孔子 祭孔子的时候 他去祝祭 他也向孔子排位 三规九寇手 为什么 叫天下人民 校养父母 尊师中道 这种祭祀 能与里有一句话 它的效果 名德归后 起很大的作用 人先变得厚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